哈囉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是這個東西 它硬的包 硬的是Fallout VR的包裝 然後它的功能是這個 它是Live的保護套 它是官方的一個周邊 今天來做個開箱 讓我看看 盒子不大 這邊的標籤上有一個 小小英文寫著 Not for sale 看到嗎 Not for sale 然後上面說明是寫 逸程餘生4VR保護套 Fallout for VR Skin Set OK 那麼 既然有保護套之後 作品的話 我就覺得為什麼 我把它拿出來賣呢 我想是滿多玩家都會覺得 有興趣的 OK 這邊我們看一下 拖板 OK 補充一下 下面有寫 Made in China 好的 這個 這個 這東西就很簡單的三個防塵套 裡面 一個 兩個 看起來兩個是手把的 三個 這個是腕子的 這兩個是手把的 沒有空的 想到沒有的 加一個很簡單的包裝 是防塵螃蟹 沒有用那個 封孔 用膠帶貼起來而已 長這樣 裡面沒有說明書 所以可能要摸鎖一下 長這個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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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既然它是Nuffershare,為什麼會拿到呢? 就是因為之前 vib的官方論壇上面 有辦一個小活動 就是說讓 使用者去留照片 然後留個 類似感 類似一個心得之類的東西 就可以抽獎 那我好運抽到了 我現在看應該是要 我看起來 我先從手把開始了 手把看起來很簡單 從最大口的地方塞進去就行 看起來是從這裡拉出來 很雞,有點難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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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手把就這樣子 意外的有質感 要這麼說吧 這邊不會翹起來 有沒有 然後再換另外一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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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產品應該可以早點拿出來 買 因為 是很容易聽到說 我們VR玩家 就是手把敲到 敲壞的 一些訊息 很容易在一些 各論壇 或者是我們的VR社群 會聽到這相關的訊息 所以 保護套 我覺得真的 官方可以拿出來 真的可以考慮把它上架 看起來不太 看 關於這東西 其實我在去年就知道它的存 就是去年的 好像 什麼時候 嗯 去年一週年的時候吧 它在 中國的 麥布論壇中國版 簡體中文的 麥布論壇裡面 就有拿出來抽獎了 看起來這部分得先拆掉 所以 線好像都要下來 這個部分 這啪的一聲 是正常的 很大聲正常的喔 都不要嚇到 看起來線都要等它下來才行 原線電源線 HD USB HDMI USB 好 好 好 先記下來 怎麼會這麼難 怎麼會這麼難 難拔呢 需要一個 可惜桃來幫忙一下 這麼難拔嗎 這音源線 在線人線 我不敢扯它 是 怎麼回事啊 剛說怎麼撞進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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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直接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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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電話結束了 我們繼續 繼續剛才的部分 那 這邊線都拔下來了 那 看一下這邊 有必要嗎 其實 突破音還有耳機 耳機可以先拆下來 看一下 這樣 應該只要直接套很久就可以了 就是啊 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子 接下來把線置回去 如果你的音源線跟我的掌就不一樣 那代表你的 你用的 你沒有用他們的 專用耳機 Live的專屬耳機 那專屬耳機 那專屬耳機 有些玩家可能會想問一下 它值不值得買 那麼 說真的 如果你有很好的耳機 那 你就不要買 但是如果你想要 你的 Live好帶一點 那就值得 因為 它真的頭帶 做得比較好 比原本那個用 魔鬼氈喔 一年的好很多 我都分不出來 很難的 好的 不錯 這條 因為 Live這裡的蓋子很難開喔 所以 盡量一次就把它裝好 好 吃不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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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把坏了嗎 進去 好 這是一塊蓋子 很難蓋 真的很難 不是我在講 OK 就把 袋子拉回來 這就是我們的 異城餘生的寶物套 那這是 目前是非賣品 那我是參加 LAB官方網站上的一個 抽獎活動 拿到的 那晚一點 我想辦法把 Diffle Munch 捏回去 完成品就是這樣 希望不會太突兀了 好的 這是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啦 掰掰